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后面我们还有未来科技商业领袖论坛 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有请AAMA亚捷珠三角协会摇篮学员主席 余以恒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亚捷摇篮学院的成长回顾与未来发展 有请余主席 谢谢我博士 我是摇篮学院的联合创办人 跟我一起创办这个摇篮学院的很多人 但是没有摇篮计划呢我们就没有摇篮学院 摇篮计划呢我要感谢很多人 我今天的主题呢 一个是要有那个我们那个摇篮呢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摇篮计划 摇篮计划是我们很多前辈给我们舞蹈 第二是摇篮学院 是我们自己因为疫情创办出来 我们今天呢我想用两个主角来讲 一个是我要非常感恩 感恩就是我们姐几年一起走过来 没有很大的财力支持 我们靠那个会员的支持 还有合作方的支持 我们走到今天 我非常感恩 待会我为特别为几个个人 为感谢他们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成乐 就是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 我们感受良多 所以我们成乐 有些以前做得好的 我们要坚持 以后我们要更要做一点新的东西 所以就是这个我们今天 几分钟介绍 下一个slide 原来计划在珠三角是2015年11月 我们宣布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在香港也是中文大学 在金钟这个地点 我们请了很多政府的官员 那个时候有宁央是科技局的 创新局的局长 刚宣布那个前一 前一个礼拜 然后呢 我们请了我们的很多在解剖面 很有热心帮助我们 创业 创新的人 所以也带出我先要感谢的两位人 两位人士 因为坐在前面 第十几年 我想要我的好详 朱农C 大家可能不看到 他说我们那个 AMA 现在的顾问 AM珠三角的顾问 然后他帮助我们的初创 做了很多辅导的工作 然后也帮助他们那个 很多在去国内发展的机会 第二位就是张柯柯主任 张主任帮助我们在深圳落地 我们在深圳从无到有 所以就经过张主任的帮忙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之后就办了很多活动 当然这个就是因为 游览计划本身在北京 在2006年 在台北2012年 都是已经有很多基础 所以我也第三个 第三个要提出感恩的 就是我们台北摇拦计划的 共同创办人 他今天的图片 你刚才看过 颜漏友先生 颜漏友也是北京 摇拦计划的联合创办人 他在2066年的时候 他住在北京的时候 是摇拦计划 然后2016年我们去深圳办这个场所 就是张主任给我们安排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的导师啊 很多都是我们当时的 游览计划的董事 我们招募第一批的学员 那个我们每一年招募了十个学员 然后我们包括这里的 Chuck Chuck是我们之后的一个会员 他也就是在深圳有公司 所以帮助我们 做了很多招募的工作 那下一个 那个 当然那个主要的带题呢 原来这话有两个 一个是科技论坛 科技论坛呢 很多时候在香港深圳举办 我们也曾经去了北京 这个十一个学员 他们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介绍到北京 所以这个雅则呢 就是利用我们的资源 可以影响 可以作为那个更大方面的活动 下一个事 然后呢 我们另外一个主体呢 就是创业加沙龙 创业加沙龙呢 就创业这个社群 还有社会那个服务中心 现在我们的导师呢 已经超过一百个 都是来自了各种各业 然后都是非常有经验 无论是从专业 或是创业方面 以及投资者 抗计创办人呢 我们是每年有十个学员 我们举办了几年之后 就受到疫情影响 但是呢 我们还是改成那个摇览学院 合作机构更多 所以这个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看到在左下早 一个很大的场地 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金管学院 跟我们合作 所以第四个人 我非常感恩的 就是他们的院长 Professor Michael Ferguson 他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所以在前期 在深圳的工作 所以其实他是非常 非常支持 支持我们的 在深圳的工作 以及我们的学员也有幸 为他们学生 作为创业的辅导 Next 好 那个摇览计划到此为止 然后疫情影响我们 我们亚洲 珠三角办了很多 线上的活动 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基础 我们就成立了摇览学院 下一个 比较学院呢 还是包括以前那个一对一 那个辅导 一对一学员 导师辅导 然后呢 我们有工 有产业的 就好像刚才我们几位 从那个新能源 从那个 芯片 以及那个 生物科技等等 我们有专家的分享 然后呢 我们也给他提供了个 培训 还有我们有创业小聚 让他们大家都可以互通 可以就变成 从其他学员那里 导师那里学识 然后呢 我们也因为有天室俱乐部 成立了 所以我们将那个 我们的初创 可以介绍给我们 这些能提供资本的 会员 让他们考虑 所以在这个就变成 创造了一个摇篮学院 那摇篮学院呢 当然它是一个 先上先下的 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上一个 我们就希望能做成 那个学员 跟那个导师 无时无刻可以 可以那个 保持联系 现在我们是刚开始 做这个工作 我们还需要那个 多一点 那个机缘 才能将这个推向 推向那个大湾区 其他地方 我们知道在 三加十一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现在只是 不该香港 深圳两地 远远不够 但是有结果 有么多机缘 我们将它放在线上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 共享机器 我们将将会推到 那个三大十一 其他的城市 所以这个主找 我们就讲到 已经感恩 然后我们做 我们的成乐 下一个 我们第一 带出我们这个 摇篮计划的成乐 它是一个公益的项目 公益的项目 就是为社会 我们愿意提供我们的服务 这个公益 就是变成了 我们希望是能够 很多人能共享 因为线上 所以我们将我们目标 定得更远 以后我们因为有线上 会员的支持 我们能将这些机缘 能离聚 所以能帮助线上 顺速地展开 第二个我们的成乐 第三个我们也坚持 大湾区 我们也向 跟 全球 连接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有 硅谷 我们的总会 在哪里 以后我们也利用 香港 深圳 那地方的 食材 我们向 欧美 会 开放 这个 第三 我们也坚持 我们 利用 合作方的 资源 共享 这个计划 我们 因为我们是公益 我们不需要做竞争 我们不想竞争 我们希望大家联手 将这个市场 将这个生态 做好 这个是我们第三个成乐 所以我们要保持 握作 第四 当然 游览计划 最主要是一个传承 传承 就是说 我们这个 有经验的人 要将他的经验 将他的很好的人脉 可以介绍给 我们年轻的一代 也希望年轻的 能继承 那个我们的原生的 初心 将这个 游览计划 可以做好 公益 为社会的公益 做好 所以我们祝愿 那个游览计划 这个 刚开始走的一段 能发展得更好 能将这个 推到全 全 台湾区 大家 考好利用这个平台 好 谢谢大家